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谈阔论 言语各不相同 但目光所致 却是遥远的南方 江南是他们毕生的梦想 但也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他们是谁 他们在谈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去往江南 一切要从建兴五年 公元318年说起 这一年 西晋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近敏帝司马叶驾崩了 说好听的是驾崩 说不好听的 其实是被人害死了 西晋王朝建立于公元265年 灭亡于公元317年 掐指一算 这个曾经统一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居然只存活了51年 一个王朝刚要开始表演 舞台却已经落下了帷幕 他甚至没活过一个精神绝朔的老人 当然 这也可以理解 一个王朝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领他的皇帝 而西晋皇帝们的整体质量属实不是很好 开国皇帝司马炎 喜欢坐着洋车到后宫里选飞 晋惠帝司马中 是个加减乘除都算不明白的低能 晋怀帝司马赤 是个消极避世 空谈物国的书生皇帝 而末代皇帝拧帝司马叶 充其量也不过是被临时拉出来背锅的 这个江河日下的王朝一来 皇帝不行 二来内部斗争平反 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终结 北方草原 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发展壮大 很快出兵进犯 而百病缠身的西晋王朝 在对方手底下没撑过三个回合 就被KO 在今天的格斗比赛上 这一次被KO 还有下一次 但在历史的擂台上 一旦被对手击倒 基本上就没有再生还的可能 末代皇帝司马叶被汉赵皇帝刘聪俘虏 每两天就被害死了 西晋虽然凉透了 但西晋皇室司马家却还大有人在 这其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司马瑞 司马瑞 自锦文 河南温县人 西晋皇室后裔 说是后裔 其实是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 他的父亲是狼牙公王司马晋 爷爷是狼牙武王司马咒 而这个司马咒 并非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兄弟子侄 只不过是皇帝表亲的叔父罢了 坊间更有司马瑞血脉不纯 是司马晋府上 一位姓牛的小丽和主家的妾室私通而生 并非司马家族后代的传闻 牛姬马后 这个记载听起来很扯 很荒谬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量 却会发现此事并非空学来风 在禁书和未书中都有明确记载 禁朝的王爵是长期饭票 可以代代相传 于是爷爷和父亲领了便当之后 王爵的位置就落到了司马瑞的手上 这张长期饭票 如果在平时 还是十分好使的 能领到一处占地面积十分巨大的宅 还能领到一堆丫鬟仆仆 使唤婆子 然后这些奴仆还能拿着自己的饭票 每个月到朝廷里领取数额巨大的良享和金银 毕竟是皇帝的亲戚 不管远近 总是要优待的 但司马瑞的运气明显不是很好 他当上王爵的时候 正赶上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 司马家的这些叔叔大爷 兄弟姐妹们为了争权夺利 打得是不可开交 亲人相残 罪为凶狠 俗话说得好 虎独不四子 咱们都姓司马 本出同源 老祖宗都是一个人 何必为了吃一块全力的蛋糕而打得头破血流呢 刀光剑影之下 司马瑞选择了隐忍 自己是皇室远亲 手里没兵没拳 不像这帮叔叔大爷们 动辄就能带着十几万人在战场上和别人火兵 所以司马瑞决定 公签退让 尽量不打群架 尽量谁也不惹 潇潇停停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当宅男的日子并不好受 所以司马瑞打算找两个朋友耍一耍 一来二去 他认识了一个叫做王导的人 王导 王导 字冒红 山东临沥人 平生有两大爱好 一是搞政治 二是玩书法 恰好 司马瑞虽然远离政治 但对书法却很有研究 雅人兴致相投 很快成了极好的朋友 彼时 王导对司马瑞来说 只不过是无聊生活中的一位玩伴 而司马瑞对王导来说 也可能只是在书法一道上很有见地的密友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不远的未来 命运会将他们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让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司马瑞这一消极避世 就是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斗转星移 沧桑变幻 多少物是人非 多少红颜老去 司马瑞还是那个司马瑞 但西晋却早已经在历史洪流中灭亡了 司马瑞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到很迷茫 皇帝司马瑞身死敌国 五十一年的大晋王朝荡然无存 皇帝死了 西晋亡了 那自己又要落在何处呢 自己要效忠谁 自己属于谁 自己还是那个受朝廷赤风的狼牙王吗 人生迷茫 十之八九 人都会迷茫 但迷茫就像做梦 生而为人 没有不做梦的 但没有梦不行的 举其不定之时 司马瑞找到了王导 他们一起泛舟游湖 既聊书法 也聊时政 于是 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他们各自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司马瑞表示 我多年隐忍 已然到了尽头 如今天下风云变化 我想牟利一番功名大业 而作为司马瑞亲密无间的朋友 王导也给出了他的指导意见 中原大帝葫芦清饭 战火连天 满目疮痍 举目望去 纵使英雄 也无立足之地 话罢 两人不再言语 但目光所致 却是遥远的江南 是的 只有离开这片伤心之地 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去南方 去江南 那里才王爷所在 建武二年 公元317年 司马瑞和王导渡过长江 抵达南方 而在他们身后 是千千万万为了躲避北方战乱而一同渡江的黎民百姓 也就是从这时起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难迁 史称 衣冠难度 书信来天外 琼瑶满霞中 衣冠难度远 京洁北门雄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次年 司马瑞在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及皇帝尾 史称晋元帝 原来 这个在过往历史中默默无闻 谨慎小心的人 心里居然隐藏着这样一番伟大的工业 而现在 他已经无需隐藏 他可以大大方方帝告诉所有人自己是天下的王 但前脚刚当上皇帝 后脚问题就来了 司马瑞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就算当上了皇帝 也很难得到南方本地人民群众的支持 皇帝没辙 只好再去请教王岛 王岛同志展示出了自己作为政治家精明强干的一面 很快 他运用政治智慧 使南方各大士族拥戴皇帝 东晋政权终于趋于稳定 不得不说 王岛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优秀人才 他有远见的着实 在天下战乱时引领着司马瑞走向南方 他有成熟的政治头脑 可以解决那些棘手的民生矛盾 并且 他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从来都是只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从不宣宾夺主 也从不觊觎权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 王岛同志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他所信奉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 那就是 一展胸中暴富 不负平生所学 足矣 而这样忠诚的打工仔 对禁元帝司马瑞来说 无疑是珍贵的 所以 皇帝也毫不吝啬地 把王岛提拔给了丞相 在东晋初期 司马瑞和王岛联手上演一幕君臣相敬如宾 互帮互助的佳话 在向来凶残无情的历史长河中 这是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刻 识人称之为 王与马 共天下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王岛同志虽然铁了心地跟着元帝司马瑞一起双排上分 但王岛并非孤君 王家在江南很有势力 朝野上下 四分之三的官员都是王室子弟 王室亲贵牢牢占据了整个东晋王朝的权力命脉 皇帝还没等说话 老王家这帮人就开始当起了皇帝的家 做起了皇帝的主 这天下究竟是姓司马还是姓王 多年前 他们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携手共进 成就功名霸业 他们是朋友 更是战友 但现在 权力的分割不均开始让这对当年配合无间的队友越走越远 元帝司马瑞决定 先下手围墙 除掉王岛 顺便打压一下王家的势力 是的 对皇帝本人来说 只有权力才是永恒的 而在权力面前 所有牢不可破的情感都显得十分无力 你曾是我亲密无间的战友 但现在 你已经成了我权力路上的绊脚石 对不起 我亲爱的朋友 我只能除掉你 但让皇帝没想到的是 对付王岛 将是自己一生中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得于私者 毁于私 王岛虽然很老实 但王岛的哥哥王敦却是个很有野心的人 敦哥一看风向不对 皇帝这是要对王家动手啊 二话不说 就起兵杀入皇宫 直接把皇帝就给劫持了 同甘贡苦我来陪 荣华富贵没我份 王敦愤怒了 王氏家族也愤怒了 兵变 逼宫 禁元帝司马瑞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徒刀之下 司马瑞却显得异常平静 他静静地看着王敦 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遇得我处 但当早到 我自还狼牙 何至困百姓如此 资质通鉴 皇帝表示 你想当皇帝 何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早跟我说啊 我早就想退休 回老家享清福去了 司马瑞语气平静 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句无比哀求的话 皇帝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 也失去了对帝王来说 无比珍贵的尊严 王敦没有杀掉司马瑞 也没有夺走司马瑞的皇位 毕竟自己弟弟王导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冥冥之中 皇帝似乎看见了王导面带笑容 对他轻声细语 老朋友 还记得我们携手共进 君臣和睦的岁月吗 难道一切真的要结束了吗 是的 一切结束了 王敦收起刀剑 转而在东晋朝堂上做起了权臣 杀不得你 那我就夺走你拥有的一切 至此 司马瑞被彻底架空 结结实实地成为了一名傀儡皇帝 追忆往昔 两位爵士豪杰因缘际会 相知相遇 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最终却在权力面前分崩离析 死生不复相见 而多年前 司马瑞身处北方乱世 让他心心念念 无比向往的建康城 居然成了他一辈子的囚龙 永昌元年 晋元帝司马瑞悠愤病逝 十年47岁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